因行为言,舍国财者,菩萨在家为王太子,赤少王位, 国臣财宝,一切自在,一名人舍,由其舍之, 旷以凡数,目逐涅移。 说到菩萨的义士,也就指释迦世尊他的因行, 因地修行者菩萨道来讲的。 那么舍国财的义士,也就是说,菩萨在家为敬奉王的太子, 其次就要少计王位,对国臣财宝一切都能够得到自在的。 然而呢,这当中就是想要收明,作为王太子, 大福报的境界啊,是难以舍弃的,还由然必须要舍除啊, 何况其义的,凡乎庶民,小境界的。 就不足以贪恋啊,不足以贪恋。 所以我银行还很多钱没有用完啊,舍不得出家。 这个观念就不对了。 小境界。 那么极境即内盘果,极境就是内盘,内盘果。 所有烦恼断除了干干净净的,极境。 内盘极境乐,菩提是绝法乐。 后绝,回绝当中有四句呢,出去四足异,只是贪足武艺。 下三句呢,是第二,说明方便,活头方便来引导。 文内下二句,句言,四线不乐,除武艺,似乎出家求解头。 文当中呢,内趣的底下二句,记住应该说,四线不乐,除武艺。 四线,这佛陀求四线呢,不喜乐,处在武艺当中呢, 因此这部呢,出家替法。 为了利益众生呢,而求解头。 那么,以此文证之下,是苏家结弦。 底下呢,是属于啊,苏家,著苏家,就是道先利主。 它的总结啊,来显示当中的意思。 推功归佛,推求一切众生能够出家, 这功德啊,要归于佛陀的视线。 好,接着我们再看着底下一段。 耶稣信音,广如一切长者内盘经中, 家及非家,相比显过,放弃心愿,得意法门。 节目书呢,接着要说呢,广观如同余节长者经, 还有呢,内盘经当中,以家,以及非家,相比而来显示当中的过悍,跟功德。 这样呢,才能够升级我们心求出家,而宴离输家。 因此,得意于法门当中。 平常来讲,都有这样的思维啦,一定有这样的思维,出家是怎么样的殊胜, 我有什么样的希望,在当中能够获得什么,我要在家的话, 在当中有什么过患,一定都有这样的思维,这样的思维。 这样呢,他才能够参议这个佛门。 所以啊,在历史上,像外道,外道他在出家的, 这个比丘要刻意地讲外道的过失, 要看看他的心啊,是不是完全转过来了, 他还会谎驳的话,他心里面还有外道思想的,那还不行。 就是这种情形。他不了解他的过患啊, 他就没有办法齐身,齐身你,在佛门当中的。 接着,既言试语,既言既解释首。 一切长者经啊,慧疾品因, 几家菩萨当之在家,慧无之事,常年错过。 名为几家断诸善根本,断诸善根本, 是名几家乃至几家如螺王如毒蛇如火烧身等。 一切长者经啊,慧疾品。 这慧疾啊,在家就是慧疾。 所以讲慧疾品,所以里面讲这个在家的过患。 所以,居家的菩萨,在家的菩萨应当了之啊, 处在这个苏家购费染物的事,常年造作的缘故。 这个就称作居家断诸善根本,诸多善管的根本呢, 就是茉莉在爱意的淤泥当中呢,很多的善根被埋没了。 乃至于亚来基甲,如螺王。 好凶网啊,网住了,不得自在啊,如同毒蛇。 毒蛇,毒爱善根啊,如同火烧身,苦恼无量啊等等。 内盘云,基甲破载,犹如劳逸,一切烦恼,由之而生, 出甲框框,犹如虚恐,一切善法,由之挣扎。 若在基甲不得尽受,尽羞犯恨,我今应当剔除虚法,出甲穴道。 内盘云当中讲,所以基甲在家的话,就是逼迫狭窄。 心里面老是过不去的,犹如劳逸。 一切的环绕啊,由此而生起来。 家家有本来认得尽,家家有苦水土。 好,那么出甲,一波欠佳,犯马,孤身万里有。 所以内心啊,是非常的宽框,犹如虚恐。 那么一切的善法啊,就包含戒定会啊,由此而增长。 假使呢,处在居家,那么不得,没办法啦,尽羞犯恨了。 我现在呢,应当啊,要啊,礼拜啊,这个师长啊,来剔除虚法啊,出甲休学生。 好,我们今天就谈到这,感谢女士。 好,走。 好,走。